哈嘍,大家好,我是準備要紅,但還沒有很紅的花花 歡迎來到我們七家國玩紅貝的單元 不好意思讓大家就等了 今天我們要來做老奶奶檸檬蛋糕 準備的材料非常簡單喔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做囉 大概我們用一到兩顆的檸檬皮就可以了 抹好了以後啊,把它倒在砂糖裡面 今天的砂糖的份量總共是120克 接下來我們就用我們的雙手 把檸檬的精油去萃取出來 檸檬皮上面的精油呢 跟砂糖一起混合 把那個香氣濃到砂糖裡面去 用指腹的溫度一直搓它 你就會看到你的這個整個糖的話是綠色的 這個的時候越搓會越香 那像這樣子就好了 好了以後放一旁備用 今天要做的是全蛋打發 記得先燒一鍋熱的開水 在燒開水的時候啊 也可以先把就是 先把無鹽奶油120克先做隔水加熱 先讓它融化備用 這三顆全蛋大概是150克 我們利用水蒸氣的部分 讓蛋黃先做 讓整顆蛋先做加熱 最主要是因為全蛋打發 蛋的溫度大概要在35度到40度之間 會比較容易打發 那我們可以先來做操作 把砂糖分三次加入 把砂糖分三次加入 可以稍微觸摸蛋的溫度 大概跟人體的溫度差不多 跟你的手溫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離開水盆了 離開水盆後我們繼續打發 打到像這樣子就是拉起來的時候 蛋不會慢慢的滴落 不會有痕跡留著就可以了 滴落在蛋液裡面不會有痕跡 馬上就消失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攪太發 打太發口感會比較不好 然後把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120克過篩加入 因為我們做的量不是很多 你可以分兩次或者是一次加入都可以 那記得一樣就是切切半的方式 切切半 避免打發的蛋液消泡 同時底部記得要刮起來 然後抖一下 讓麵粉散的均勻一點 手勢可能要輕一點喔 避免它會消泡 當麵粉完全拌勻了以後 就可以把檸檬汁30克加進去 檸檬汁拌勻了以後呢 就把無鹽奶油120克加進去 一開始會看起來好像不容易混合 當你持續攪拌 它就慢慢的把奶油給融合進去了 這樣就混合得差不多了 稍微翻到底部去看一下 有沒有沒有混合均勻的地方 你看整個蛋黃 整個蛋糕糊的質地是這種光滑 而且具有蓬鬆度的 接下來就可以倒入烤模裡面 輕敲三下震出空氣 氣炸鍋預熱 攝氏180度10分鐘 預熱好以後呢 總共的烤程式攝氏160度30分鐘 如果氣炸鍋是1500瓦的話 溫度請都降低10到20度左右 出爐以後呢 用探針檢查是否熟透 從中心往下插 取出以後呢 沒有沾黏 就代表熟了唷 出爐以後 敲一下 震出空氣 移到架上放涼 稍微放涼以後脫模 把蛋糕修平整 熟整好以後呢 倒扣在盤子裡 再撕掉底部的烘焙紙 接下來糖粉80克 檸檬汁15克 攪拌均勻 調製成檸檬糖霜 調好以後呢 把糖霜擰在蛋糕上面 可以讓檸檬糖霜呢 從側邊慢慢的滴落下來 接下來呢 在中心點放上檸檬片 這樣就完成啦 酸甜可口的老奶奶檸檬蛋糕 每一口都是檸檬的香氣 酸酸甜甜的滋味 就像戀愛的感覺 這款蛋糕放到隔天再享用 會更好吃喔 口感紮實 吃起來蠻密的 沒有鬆鬆的口感 冷藏保存可以放3-5天左右 冷藏取出後回溫個10分鐘 超級好吃的喔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不是很簡單呢 哇 好好吃喔 我又戀愛了啦 趕快試做看看吧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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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非常的好吃 酸甜不膩口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忘了告訴你們 最後面還有烘焙紙的鋪法 可以參考看看喔 首先呢我們先準備一個6寸的圓形烤模 很多朋友問我說那個花花那個烘焙紙怎麼鋪的才像我鋪的這麼漂亮 首先呢我們烘焙紙可以在好市多買 就像這個的話就是它的長度比較長 然後總共是50公尺寬是30公分 這樣子我們比較好裁切 接下來呢就是在烘焙紙的底部呢 畫一個跟這個一樣大小的圓 跟底一樣大小的圓做裁切 裁切完了以後呢再裁切一個長條形的 我們要框住這個圓的側邊 長條形的部分呢 下面留一點底部的地方留一點長度 大概是1.5到2公分的長度 再剪成像炒群乳的鬚鬚線就可以了 緊接著呢我們就拿出我們的 噴油瓶 用噴油瓶或者是用那個 用奶油抹上去都可以 稍微噴一下 主要是增加它的黏著性 好 噴好了以後呢 我們把這個 先把草群乳的這個長條紙 先把它放進去 像這樣子 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底部這個圓再把它塞上去 像這樣 因為氣炸鍋的上面的旋風很容易把這樣子的角角 會吹的亂七八糟會蓋 就是會吹的亂七八糟的時候蛋糕頂部會變形 我們可以用一下定水針幫助它固定 比較不會亂肥 像這樣子我們的模具烤模就鋪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麵糕